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罪看取避空辽阔 话说这篇词章名百字令 乃是大金完颜亮所作 单提着大雪撞那胸中杀气 为是自家所说东京哪愁好汉 姓林明冲绰号豹子头 只因天降大雪闲心送了性命 那林冲当夜醉倒在雪里地上 挣扎不起 被众庄客向前绑附了 姐送来一个庄院 只见一个庄客从院里出来说道 老实点 大官人未起 众人且把林冲高调起在门楼下 看看天色小来 林冲久醒 打一看时果然好个大庄院 林冲大叫道 什么人敢吊我在这里 那庄客听得叫手拿柴棍 从门房里走出来喝道 你这死还自好口 那个被烧了咨虚的老庄家说道 休要问他 只顾打 等大官人起来好生推问 是 众庄客一齐上 林冲被打挣扎不得 只叫道 不妨是 我有分辨处 只见一个庄客来叫道 大官人来了 林冲看时 见那个官人背插着手 行将出来 在廊下问道 你等众人打什么人 昨夜捉的个偷米贼人 对啊对啊 那官人向前来看时 认的是林冲 慌忙喝退庄客 亲自解下 问道 教头原何被吊在这里 众庄客看见 一起走了 林冲看时 不是别人 却是柴棍 连忙叫道 大官人 救我 教头为何到此 被村夫耻辱 欲言难尽 两个且到里面坐下 把这火烧草料厂一事 背戏告诉 柴检听罢道 兄长如此命捷 今日天假其变 但请放心 这里是小弟的东庄 且住几时 却在商议 叫庄客 取翼龙衣裳出来 叫林冲 彻里至外都换了 请去暖阁里坐地 安排九十杯盘管带 自此林冲 在柴检东庄上 住了五七日 苍州劳城营里管营 首告林冲 杀死柴坡 陆渝侯 富安等三人 放火延烧 大军草料厂 周引大惊 随即压了公文帖 养吉捕人员 将带做公的 言乡利益 到殿村方 画影图形 出三千罐信赏钱 捉拿正犯林冲 看看挨捕圣锦 各处村方讲动了 且说林冲 在柴大官人东庄上 听着这话如坐针毡 伺候柴进回庄 林冲便说道 非是大官人不留小弟 正乃官司追捕圣锦 排家搜捉 躺货寻到大官人庄上时 须负累大官人不好 既蒙大官人仗义输财 求借林冲些小盘缠 投奔他处其身 一日不死 当以全马之报 既是兄长要行 小人有个去处 做书一封与兄长去 如何 豪杰蹉跎 运未通 行赏随处 被牢笼 不阴财尽 修书贱 焉得池名 水浒中 若得大官人如此周济 叫小人安身立命 只不知投何处去 是山东几州管下一个水乡 地名 梁山坡 方圆八百余里 中间是碗子城 鸟儿蛙 如今有三个好汉 在那里扎寨 围头的换作白衣袖使 王伦 第二个换作摸着天杜谦 第三个换作云里金刚 宋万 那三个好汉 聚集着七八百小楼落 大家结社 多有做下弥天大罪的人 都投奔那里躲灾避难 他都收留灾笔 三位好汉 一与我交后 长计书间来 我今修一封书与兄长 去投那里入伙 如何 若得如此顾盼最好 深谢主盟 只是 苍州道口 建经官司 张挂榜文 又拆两个军官 在那里搜紧 把住道口 兄长必用从那里经过 再有个计策 送兄长过去 若蒙周全 死而不忘 柴晋当日 先叫庄客 背了包裹出馆去等 柴晋却背了三二十匹马 带了弓箭骑枪 架了鹰雕 牵着猎狗 一行人马都打扮了 却把林冲砸在里面 一起上马 兜头关外 却说把官军官坐在关上 看见是柴大官人 却都认得 原来这军官 未习之时 曾到柴晋庄上 因此实俗 军官起身道 大官人又去快活 柴晋下马问道 二位官人缘何在此 苍州大隐行医文书 画影图形 捉拿犯人林冲 特差某等在此手把 但有过往客商 依依盘问才放出官 我这一伙人内 中间夹带着林冲 你缘何不认的 大官人是使法度的 不道德肯携带了出去 请遵便上马 只嫩得相拖得过 拿到野味 回来相送 坐别了 一起上马出官去了 行得十四五里 却见先去的庄客 在那里等候 柴晋叫林冲下了马 脱去打猎的衣服 却穿上庄客 带来的自己衣裳 挤了腰刀 戴上红银粘粒 背上包裹 提了滚刀 相辞柴晋 败别了变形 只说那柴晋一行人 上马自去打猎 到晚方回 依旧过关 送些野味与军官 回装上去了 林冲与柴大官人别后 上路行了十数日 时遇暮冬天起 铜云密布 朔风寂起 又早纷纷扬扬 下着满天大雪 行不到二十余礼 只见满地如银 胆见 东身正清冷 昏暗路行难 长空皎洁 睁看迎镜 埋没摇山 反复风帆续粉 缤纷青点凌鸾 青沁茶烟诗 平铺扑水船 楼台银鸭瓦 松鹤御龙盘 苍松燃发号 拱星船 珊瑚园 青蝌渺墨 听滩孤挺 独掉雪漫漫 村须晴冷落 凄惨少心欢 林冲踏着雪 只顾走 看看天色冷得紧窃 渐渐晚了 远远望见 枕西靠湖 一个酒店 被雪慢慢地压着 单间 银米草舍 玉婴茅盐 数十株老树 岔鸭 三五处 小窗关闭 书精离落 浑如溺粉 青扑 黄土绕墙 却似千华不咎 千团柳絮 飘莲木 万片鹅毛 五九旗 林冲看见 奔入那酒店里来 接起庐莲 浮身入去 到侧手看时 都是坐头 简衣处坐下 衣了滚刀 解放包裹 抬了粘粒 把腰刀也挂了 只见一个酒宝来问道 客官 打多少酒 先取两脚酒来 酒宝将个头 打两脚酒 将来放在桌上 林冲又问道 有什么下酒 有生熟牛肉 肥鹅嫩鸡 先切二斤熟牛肉来 酒宝去不多时 将来铺下一大盘牛肉 树瓣菜树 放个大碗 以免筛酒 林冲吃了三四碗酒 只见店里 一个人背插着手 走出来门前看雪 那人问酒宝道 什么人吃酒 林冲看那人时 头戴身严暖帽 身穿雕鼠皮袄 搅着一双张皮窄药靴 身材长大 貌相奎鸿 双拳骨脸 三压恍然 只把头来摸着看雪 林冲叫酒宝只顾筛酒 林冲说道 酒宝 你也来吃碗酒 酒宝吃了一碗 林冲问道 此间去凉山坡 还有多少路 此间要去凉山坡 虽只树里 却是水路 全无旱路 若要去时 需用船去 方才渡得到那里 你可以与我觅支船 这般大雪 天色又晚了 哪里去寻船只 我与你些钱 让你觅支船来 渡我过去 确实没逃处 林冲寻思道 这般怎的好 又吃了几碗酒 闷上心来 漠然间想起 一先在京师座教头 进军中 每日六街三市 游玩吃酒 谁想今日 被高求这贼 坑陷了我这一场 闻了面 直断送到这里 闪得我有家难奔 有国难逃 受此寂寞 因感伤怀抱 问酒宝 借笔宴来 趁着一时酒性 向那白粉壁上 写下八句五言诗 写道 张义是林冲 为人最朴忠 江湖持文望 慷慨巨英雄 身世背腐梗 功名泪转棚 他年若得志 微震泰山东 林冲提拔师 撇下笔 再取酒来 正眼之间 只见的汉子 走向前来 把林冲 劈腰揪住 说道 你好大胆 你在苍州 做下弥天大罪 却在这里 见经官司出 三千贯性赏钱 捉你 确实要怎的 你 你 你倒我是谁 你不是林冲 我自姓张 你莫胡说 简经壁上 写下名字 你脸上 闻着金印 如何耍赖的过 你 你真格要拿我 我却拿你做什么 你跟我进来 到里面和你说话 呐喊放了手 林冲跟着 到后面一个水亭上 叫酒宝点起灯来 和林冲失礼 对面坐下 呐喊问道 却才见兄长 只顾问梁山坡路头 要寻船去 哎 那里是强人山寨 你那要去做什么 师不相瞒 如今官司追捕 小人紧急 无安身处 特投着山寨里 好汉入伙 因此要去 嗯 虽然如此 必有个人 见兄长来入伙 苍州横海郡固有 举荐将来 莫非柴敬吗 足下何以知之 柴大官人 与山寨中代王 头领交后 常有书信往来 原来是王伦 当初不得地之时 与杜谦投奔柴敬 多得柴敬 留在庄子上 住了几时 林起身 又激发盘缠银两 因此有恩 林冲听了便拜道 有眼不识泰山 愿求大名 呐喊慌忙打理说道 小人是王头领 手下耳目 小人姓朱名贵 原是宜州 宜水县人士 山寨里 叫小弟在此间 开酒店为名 专一探听 往来客商经过 但有财博者 便去山里报之 但是孤单客人到此 无财博地放他过去 有财博地来到这里 轻则蒙汉要麻烦 重则登时结果 将筋肉片为八子 肥肉煎有点灯 却才见 兄长只顾问 梁山坡路头 因此不敢下手 此后 见写出大名来 曾有东京来的人 传说兄长的豪杰 不期今日得会 既有柴大官人 书简相见 亦是兄长 名震环海 王头领 必当重用 随即 叫酒保安排 分利酒来相待 林中道 何故重刺 分利酒时 拜扰不当 山寨中 留下分利酒时 但有好汉经过 必较小弟相待 即使兄长来此入伙 怎敢有失其应 随即 安排鱼肉 盘转酒窑 到来相待 两个在水亭上 吃了半夜酒 林中道 如何能够船来渡过去 这里自有船只 兄长放心 且暂速一消 五更却请起来通往 当时两个各自去歇息 睡到五更时分 猪柜自来叫林虫起来 洗漱罢 再取三五杯酒相待 吃了些肉食之类 此时天上未明 猪柜把水亭上窗子开了 取出一张雀化弓 搭上那一只响剑 去着对岗拜卢折尾里面 射将去 林中道 此事何意 此事山寨里的浩剑 少客便有船来 没多时 只见对过卢尾坡里 三五个小喉喉 自摇着一只快船过来 进到水亭下 主柜当时引了林冲 取了刀杖行李下船 小喉喉把船摇开 往坡子里去 奔金沙滩来 林冲看时 见那八百里 凉山水坡 果然是个陷人去处 单见 山牌巨浪 水皆摇天 乱如船 万万对刀枪 怪树猎 千千层见己 毫边鹿角 巨江海虎传城 在内碗瓢 尽时呼喽作就 包下人皮 蒙战骨 劫来头发坐江城 阻挡官军 有无限断头相末 折蓝盗贼 是许多绝境凌乱 额暖时 跌跌如山 苦毒枪 三身如雨 战船来往 一周回埋伏 有卢花 深岗亭藏 四位下窝盘桌草木 断金亭上 愁云起 寓意听前杀气声 当时小喽喽把船 摇到金沙滩岸边 朱贵通临冲上了岸 小喽喽背了包裹 拿了刀杖 两个好汉上山寨来 那几个小喽喽 刺把船摇去小岗里去了 临冲看岸上时 两边都是荷包的大树 半山里一座断金亭子 再转江上来 建座大官 官前摆着刀枪剑戟 弓弩割毛 四边都是雷木炮石 小喽喽先去报之 二人紧得官来 两边夹道便摆着队伍旗号 又过了两座关隘 方才到寨门口 林冲看见四面高山 三观雄壮 团团围定 中间里 镜面也似一片平地 可方三五百丈 靠着山口才是正门 两边都是耳房 朱贵引着林冲来到巨艺厅上 中间交椅上坐着王轮 左边交椅上坐着杜谦 右边交椅上坐着宋万 朱贵林冲向前生惹了 林冲立在朱贵侧边 朱贵便道 这位是东京八十万进军教头 姓林明冲 应被高太尉陷害 赐配苍州 那里又被火烧了大军草料厂 正乃杀死三人 逃走在柴大官人家 好生相敬 因此特写书来 举荐入伙 林冲怀中取书地上 王轮接来拆开看了 便请林冲来坐第四位教仪 朱贵坐了第五位 一面叫小娄娜取酒来 拔了三巡 动问柴大官人近日无恙 林冲答道 每日只在郊外裂绝乐情 王轮动问了一回 末的寻思道 我却是个不及地的秀才 因屌气和这杜谦来这里落草 虚后送万来 聚集着许多人马办当 我又没十分本事 杜谦送万武 也只平常 如今不争 天了这个人 他是京师进军教头 必然好武艺 倘若被他识破 我们手段 他须战强 我们如何迎敌 不若只是一怪 推却事故 发扶他下山去便了 免治后患 只是柴静面上却不好看 忘了日前之恩 如今也顾他不得 由师为证 当下王伦叫小娄娜 一面安排酒食 整理炎厌 请临冲复席 众豪瀚一同吃酒 将刺席中 王伦叫小娄娜 把一个盘子 拖出五十两白银 两匹蛛丝来 王伦起来说道 柴大官人 举荐将教头 来避债入伙 正乃 小债粮食缺少 乌语不整 人力寡博 恐日后 误了足下一不好看 略有些薄礼 忘其效流 寻个大寨 安身歇马 切勿见怪 三位头领荣妇 小人千里投名 万里投主 平脱柴大官人面皮 尽头大寨入伙 林冲虽然不才 妄刺收录 当已一死向前 并无产命 实为平生之幸 不为银两激发而来 起头领照查 我这里是个小去处 如何安卓的你 羞怪 羞怪 竹柜见了便见到 哥哥在上 莫怪小弟多言 山寨中粮食虽少 景村远镇 可以去见 山长水泼 木质广有 并要盖千间房屋 却也无妨 这位是柴大官人 立举见来的人 如何叫他别出去啊 一切柴大官人 自来与山上有恩 日后得知不纳此人 须不好看 这位又是有本事的人 他必然来出气力 杜千道 山寨中哪争他一个 哥哥若不收留 柴大官人知道是见怪 显得我们忘恩被义 日前多仓亏了他 今日见个人来 便嫩推却 发扶他去 宋万爷圈道 柴大官人面上 可容他在这里 做个头领也好 不然见得我们无意气 使江湖上好汉见笑 兄弟们不知 他在苍州 虽是犯了弥天大罪 今日上山 却不知心腹 躺货来看虚实 如知奈何 小人一身犯了死罪 因此来头入火 何故相宜 既然如此 你若真心入火时 把一个头领状来 小人颇实几字 起纸笔来便写 朱贵笑道 教头 你错了 但凡好汉们入火 需要拿头领状 是叫你下山去杀的一个人 将头献纳 他便无疑心 这个便未知投名状 这事也不难 林冲便下山去等 只怕没人过 王伦道 与你三日献 若三日内有投名状来 便容你入火 若三日内没时 只得休怪 林冲映成了 自回房中速歇 闷闷不已 正是愁怀郁郁苦难开 可恨王伦 推弄乖 明日早寻山路去 不知哪个送头来 当晚习散 朱贵相别下山 自去守殿 林冲到晚 取了刀杖行礼 小喽喽引去客房 写了一夜 四日早起来 吃些茶饭 带了腰刀 提了坡刀 叫一个小喽喽 领路下山 把船渡过去 僻静小路上 等候客人过往 从朝至暮 等了一日 并无一个孤单客人 经过 林冲闷闷不已 和小喽喽 再过渡来 回到山寨中 王伦问道 投名状何在 今日并无一个过往 以此不曾取得 你明日若无投名状时 也难在这里了 林冲再不敢答应 心内自己不悦 来到房中 讨些饭吃了 又歇了一夜 次日清早起来 和小喽喽吃了早饭 拿了破豆 又下山来 小喽喽道 我们今日 投南山路去等 两个来到林里 潜伏等候 并不见一个客人过往 浮到五十后 一伙客人 约有三百余人 接踪而过 林冲又不敢动手 让他过去 又等了一些 看看天色晚来 又不见一个客人过 林冲对小喽喽道 我嫩得晦气 等了两日 不见一个孤单客人过往 何以是好 哥哥且宽心 明日还有一日线 我和哥哥 去东山路上等候 当晚依旧上山 王伦说道 今日投名状如何 林冲不敢答应 只叹了一口气 王伦笑道 想是今日又没了 我说与你三日线 仅已两日了 若明日再无 不必相见了 便请挪不下山 投别处去 林冲回到房中 端帝是心内好闷 由林江仙 此一片云 闷似蛟龙离海岛 愁如猛虎 困荒田 悲秋送玉 泪连连 江烟出去比 霸王恨无传 高祖行阳 遭困恶 招官武相 受幽奸 曹公赤壁 火连天 李陵台上望 苏武献居言 当晚林冲仰天 长叹道 不想我今日被高求那贼陷害 流落到此 朕如此命见识怪 过了一夜 此日天明起来 讨些饭食吃了 打刷了那包裹 撇在房中 挂了腰刀 提了坡刀 又和小娄娜下山过渡 投东山路上来 林冲道 我今日若还取不得透明壮士 只得去别处安身立命 两个来到山下东路林子里 前夫等候 看看日头终了 又没一个人来 时遇残雪出情 日色明朗 林冲提着坡斗 对小娄娜道 眼见得又不济世了 不如趁早 天色未婉 取了行李 只得往别处去寻个所在 小笑用手指道 好了 误得不是一个人来 林冲看时叫声 惭愧 只见那个人 远远在山坡下望见行来 带他来的较劲 林冲把坡刀剪了一下 摸得跳枪出来 那汉子见了林冲 叫声 撇了担子 转身便走 林冲赶将去 哪里赶得上 那汉子闪过山坡去了 林冲道 你看我命苦嘛 等了三日 府能等得一个人来 又吃他走了 虽然不杀的人 这一旦财帛可以抵当 你先挑了上山去 我再等一等 小娄娜先把蛋挑上山去 只见山坡下 转出一个大汉来 林冲见了说道 天赐其变 只见那人挺着坡斗 大叫如雷喝道 坡贼 杀不尽的强图 将俺行李哪里去 撒家正要捉你这四门 到来拔虎须 飞野寺踊跃将来 林冲见他来得是猛 也使不赢的 不是这个人来斗林冲 有分叫 梁山坡内 天这个弄风白鹅大愁 水浒寨中 凑几只跳剑 鲸鲸猛兽 执教先翻天地 重拂起 戳破苍穹再补完 毕竟来与林冲斗的正是圣人 且听下回分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